謝謝主席,請蘇院長 謝謝 好,請蘇院長 蘇院長辛苦 喂,你好 你好,辛苦了 我今天想要跟你討論的是 我們如何幫助我們的新創 更容易來拿到 他們最需要的第一頭金 那我們知道初創的資金來源 主要是自己掏腰包 或者是跟親友募資 那這兩個地方呢 其實是看自己本身 創業的人自己本身的經濟能力 所以那我們政府要做的 應該是幫助大家都有一個公平的起點 讓大家都有機會 我們政府做得很好了 我們有鼓勵放款 鼓勵金融機構放款 謝謝主委 然後也有各單位 講補助 接下來更重要的是國發基金的投資 我今天想要提的是國發基金這一塊 在國發基金底下 我們有一個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那這個投資方案呢 它的大概很簡單 就是說由所謂的天使投資人 那他們都是一般的法人 那他們都是一般的法人 專業的投資法人機構 由他們來找投資標的 投資 當然必須是新創 所以我們設立的是必須註冊三年以內 在台灣註冊 在台灣註冊或在國外註冊也可以 只要它主要的活動是在台灣就可以 然後再來找國發基金加碼 那我們知道投資新創呢 算是比較高風險的投資 那每個國家呢 也有各種不同的減稅方式來鼓勵民間投資 台灣也有的 我們是天使投資人的租稅獎勵 所以透過天使投資人租稅獎勵 帶動了過去兩年國發基金 一共是核准了9.6億的資金來投資新創 那帶動了民間投資人6.3億的投資 其中呢 一共這兩年期間 有75間新創公司受賄 那我想請問院長 你覺得這樣子的數字是很好了呢 還是有進步的空間 謝謝委員的關心這一個新創 尤其秀相關產業的幼影等等方法的指教 其實我的孩子 他們也是往這一方面在走 也是希望能夠有一些表現 他常常聽他們講 他們的朋友同儕 其實最最希望就是能有一盞長財 也有一個自己的天地 所以我上任後 我就特別要求國安會經濟部相關的部會 真正對這些新創人才 要自己有一塊天地的人 最需要可能三個 第一個 他可能對這個很有興趣很專業 知識很豐富 但他對政府機關 相關法令作業 或者甚至於申請貸款 完全不知道 政府給他們一個窗口 給他們一些輔導 第二 就他們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一個idea 或者有一些怎麼樣 這個 沒有辦法去借錢 銀行不聽你這套 但我們鼓勵給他們一些機會 政府反正虧也不會虧很多 多一點給他們 政府 鄉親年輕人 一百間有那麼一兩間蒙到了 這其實國家就賺到 就是政府提供他們 第三個 就是那個 手續啊 門檻啊 幫幫忙 這些 我相信 陳主委 帶著整個團隊 以及相關部會 做的就這個事 所以相關 現在你問我說 這個夠不夠 好不好 我是覺得還不夠 遠遠的不夠 還應該再 讓這些新創者 讓這些年輕人 他們更覺得 政府 有在做 所以我一直說 看看還有哪些地方 沒做好 請多指教 我們盡力來做 那我今天給一點建議 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進步空間 還有多大 那從這個數字來看呢 上一張 我們其實有兩個數字來看 政府投資了9.6億 我們是不是能夠吸引 更多的民間投資 這是一個標的 另外一個標的是 現在 現在在政府投資了9.6億的資金 我們受惠的公司是75家公司 我們是不是能夠有更多的公司來受惠 有兩個觀點來看 一個是讓更多的公司來受惠 另外一個觀點是 剛剛院長你也提到的 經濟學裡面有個很簡單的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所以越分散風險的話 就是投資的標的物越多的話 它的風險 整個投資組合的風險是會降低的 所以我們能不能同樣的金錢 同樣政府的投資 可以帶出更多的民間投資 可以讓更多的公司 更多的新創來受惠 那我今天想要舉的例子 是英國的例子 在英國呢 他們鼓勵民間去投資新創 是用這個東西叫SCIS 簡稱SCIS 它中文翻譯就是 種子企業投資計畫 它的做法也很簡單 它是讓一般民間的人 只要你有繳稅 你對於某一個新創有興趣 你覺得它這個project非常的好 我覺得它以後一定很有成就 我來投資它 那政府做的是什麼呢 政府做的是 就是在減稅的時候 來補助它投資金額的一半 所以這個project 光在2018年 它就為新創的公司 募集了和台幣大概是75.6億的台幣 那它這個75.6億呢 也造就了2490家新創的公司 那接下來我們把台灣的國發的方法 跟英國的SCIS放在一起比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的差別在哪裡 台灣國發的方法 我們獎勵的是天使投資人 那我們知道天使投資人 主要是機構法人 那機構法人 我們也知道 它最後的受益人 不是我們的平民老百姓 大部分不是我們一般老百姓 也有自然人 也有自然人 對 是小部分 不過大部分還不是 就是我們這些上班族平民老百姓 那SCIS的方法呢 它只要你有繳英國的稅 它就可以享受這個租稅簡利 我覺得它是比較普及 也比較公平的 我們是希望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不是錦上添花 而是公平的租稅獎勵 那接下來再看的是 政府花的每一塊錢 能夠帶出多少的民間投資 我們從剛剛的9點6億 跟6點多億來比較的話 等於是政府投資一塊錢 帶出民間大約0.65塊錢的投資 那跟SCIS來比較的話 他們是政府花一塊錢 就帶出等同一塊錢的民間投資 相對是比較有效率的 那再來是我們看到國發基金 它平均是花了1289萬 來支柱一家新創公司的成立 那相較於SCIS的方法呢 它只要花152萬新台幣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用SCIS的方法 同樣的政府支出 我們可以創造出 八倍多的新創公司 我在這裡要講的 不是我們做的不好 而是我們的方式可能可以改變 讓我們的進步空間可以更大 那英國它是怎麼讓一般的老百姓 可以有接觸這些新創的投資機會呢 他們透過的是股權式的眾籌平台 在英國光2018年 股權式的眾籌平台 就募集了108億新台幣大約 那相較於台灣呢 台灣其實也有眾籌平台 就是股權式眾籌平台 股權式眾籌平台 它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新創的公司 我在一個網路的平台上面 介紹我的公司是做什麼 我的產品是什麼 那我希望來吸引投資人 一般的民間投資人 以我的股權來交換我的第一桶金 那台灣其實也很早就開始做了 2015年就開始做了 可是一直到現在 2014年開始 2014就開始做 謝謝主委 那我們到現在呢 我們的資料是只有募集了1200萬的台幣 一直到今天 相較於英國光一年就募集了108億新台幣的價值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其實原本有三個 這樣子的股權式的眾籌平台 一個叫做創夢市集 他們現在已經不經營這個業務了 那另外一個是低金跟原付證券 這兩個平台還存在 可是上面呢 現在是完全沒有案子了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在於 我們台灣目前是由金管會來主導這件事情 金管會顧名思義金融管理 我覺得金管會做得非常好 在金融風險管理上面 他們做得非常好 可是他們從來沒有站在新創公司的立場 替他們去募集低桶金的想法來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其實由國發會來主導會更好 那不知道院長你認為呢 先請主委 謝謝委員 因為剛剛您提到的在台灣 大概就是我們稱為的創櫃板 那確實從104年開始 那因為他的機制的設計上彈性比較不夠 所以他的誘因沒有那麼的高這樣子 那事實上我們台灣的新創也一直提出來說 能不能夠有一個新櫃板 那我們過去在優化台灣的新創投資方案裡面的 第二現在我們要做升級板的時候 我們打算要把它放進來 那我們會持續的在跟金管會來做一個溝通 看怎麼樣把這個機制呢 能夠讓他更有彈性 確實值得學習 那我們是哪個地方還有不足 如果以你剛才所說的數字 根據你的數字的話 那顯然我們的效果還跟人家有差距 那我們就就必須再努力 我覺得這種事情是很值得做 因為人才是你要給他機會給他舞台 他才能演出精彩 政府在於收稅 政府其實是創造各種 能夠有更好的稅基稅源來 那這個年輕人最需要的就是第一步 所以政府應該這樣做 所以院長你原則上是支持有國發會來主導 眾籌市的股權市的眾籌平台的發展 那我現在不宜就在這裡講說 我贊成有國發會來主導 不能這樣這樣 他們內部我們部會之間的分工 大家之間怎麼樣來做事 那就這件事情 那委員有這樣的建立 那國發會過去做法 金管會的做法 到底哪些地方還應該怎麼做 才會更好 作為院長 我要扛這個責任來交代他們 那他們我相信都很專業 那平良尤其由委員提出的樣板 那大家來對照看看 我們有這個心 那看怎麼樣做好 那我另外還有一個要求是 我們除了讓國發積極參與這個 平台的發展之外 我們也要盡量的想辦法 如何讓這個減稅的獎勵 來普及於大眾 而不是針對於 機構投資法人而已 那不知道 主委願不願意在一個月之內 相關的書面資料給我們 好我們可以去研議一下 看過去我們碰到的瓶頸 到底是什麼 然後能夠再加強 那另外也跟委員說明一下 剛剛那個數字可能有一點沒有update 那個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天使投資已經投資了84家 我們拿的是2019年Q4 再加上民間的話 已經有26億多了 那個帶動民間的投資 其實是有把這個 這樣的風氣帶動起來了 那現在還在代審中的案子 也還有十幾件 所以對台灣的新創來講 我們這個制度開始實施之後 對他們來講是蠻有誘因的 那他們也很多很希望 能夠得到政府的一個協助 說真的主委 我覺得以這個架構我們做得很好 只是我覺得英國的這一套 搞不好我們也可以同時進行 我們來研究一下 我們多方來試嘛 因為沒有人知道什麼方式是最好的 因為新創 你都是要到好幾年之後 才會知道結果的 那很快的我想要提紓困救急的事情 我們許多的紓困 謝謝主委 我們許多紓困救急 都是針對中小企業 院長你知不知道中小企業在我們的定義上 法律上的定義是什麼 資本額跟人數 我們對於台灣中小企業 對中小企業的紓困 我們怎麼辦 是不是在所有對中小企業的紓困方案 我們可以放寬來定義到底誰是中小企業 市民主委的紓困 好那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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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